今天我们这一场有关 研究伦理的这个讨论 原来这个主题会再大一点 就是原来人社中心在办这个工作坊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含有学术伦理跟研究伦理 那各位知道最近我们社会 对于学术伦理的讨论非常的热烈 作为一个新闻系的老师 对于社会上面凡是讨论热烈的新闻议题 我们都不跟随 我们回到那个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另外也很重要 我刚刚开玩笑并不是说学术伦理不重要 而是学术伦理真的在最近 我想我们社会上的这些讨论 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它也真的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来讨论 我们在经过那个选择之后 就是我们希望今天能够 基本上我们是放在这个研究伦理这个部分 也就是大家特别是在申请国科会计划的时候 现在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只要进行了跟人有关的这个部分 大概都是会碰到的 研究伦理审查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 能够邀请到台大的苏硕斌老师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也请大家 对 掌声欢迎 另外是台大的研究伦理委员会执行秘书 朱家角博士 两位都是关于研究伦理 无论是实际的执行的层面 到后面的这样的一个人设 这个领域的一些特殊的状况的一些反思 两位都有非常专精的研究 那我们的时间因为也是非常有限 然后我们也有两位精彩的讲者 所以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们先欢迎苏硕斌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我就直接开始 各位如果要提国科会计划的话 会经过两个省 应该说一次地件会被省两个东西 那第一个是实质审查 实质审查就是经过副省委员 丢到出省委员 出省委员就开始看 看完计划之后呢 这个叫实质审查 那最后会有一篮 你觉得这个计划要不要送研究伦理审查 那所以实质审查的委员会去勾这一项 那如果两个委员都勾的这一项 那就一定要送 那一定要送的话你就要付钱 那等一下朱博士会在这个部分呢 就是做详细的说明 那现在呢我就简单的来讲一下说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研究伦理到底的重要性在哪里 那我刚刚提到的科技部计划 当然是一个最 practical的一个理由 但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初在制定 学会的研究伦理的时候 所在思考的 因为我先讲答案 我们最后呢是认为说 学会又不是你国科 那时候叫科技部了 又不是你科技部的走狗 为什么我要帮你制定细则 所以当初不是往细则的方向在思考的 好那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从大学到PhD都是读社会学 所以为什么我会站在这里讲研究伦理 那但是呢 我的研究领域是文化研究 都市研究 媒介研究 文学研究 那我的研究的方法呢 用这三个 我用理论比如说我会写巴赫金的一个狂欢理论 休闲理论 我会用历史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历史研究 就只做到1935年就不再做了 所以然后呢 后来我转到文学的领域 那人生的因缘机会很奇特 那到了文学领域之后 大家知道文学领域做的是什么研究 我做黄春米的小说 我又不做黄春米的本人 所以我的研究呢 有个特质 我不接触活人 我的研究不管是理论 还是那个历史 还是文学 都不接触活人 所以我这辈子 其实跟研究伦理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因为我 等一下讲这个 我在2009年的时候 担任了社会学会的秘书长 那那个时候呢 陈东森老师 就是理事长 所以他那个时候 在发起一个研究伦理的 学会的准则的拟定 所以我就择无旁贷的 被交付这个任务 那跟我的下一任的理事长 就熊瑞梅教授 有两个人把它完成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看到 社会学会的研究伦理守则 那最后就是我跟熊瑞梅老师 挂名的 那我先讲一下 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论文 为了要写论文 那论文呢 就是一个非常有制度 用正当的方法 程序完整的 巴拉巴拉巴拉 这个不管在维基百科 还是字典里面 大概都可以定义到 所以论文的一个定义 它就是提出合理的宣称 利用正当的方法 得出一个论证 这个是我们在教科所里面 可以看到的 那简单来讲 论文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学术界的产品 那所以呢 因为我自己还在做科普的写作 或做文学普及 历史普及的写作 那一部分的研究伦理也有 但就跟我们今天要谈的 并不完全一致 这个一定要有理解 所以学术研究 是以客观性为要求的 标准工具的流程 那学术写作是另外一个 所以也就是刚刚主持人 有提到的 我们这一场谈的是研究伦理 不是在谈学术伦理 那学术伦理呢 我们可以利用国科会的 国家科学基础 国科会学术伦理案件处理 及审议要点里面呢 会有一趴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QA 那可以去看各种案例 因为案例非常复杂 因为条文虽然是这样子 那主要要处理就是这些 那就是 尤其是这个 就是这个是 最近大概 就是所有的都在这里 不管你要选市长的 或是你要当立委的 大概都在这里 好那 那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你进大学术件里面 你泡越久 你大概对这个事情 你就大概不用担心了 因为那个是一个 如果你跟到的老师 是一个好老师 一个正派的老师 大概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手脚 就会养成一个习惯 那某些科系 某些老师 当然就手脚 不一定是这样子做的 你就时时要警惕 不要跟着老师做 所以这个还是有必要看 好那 所以我们这里谈的 那这里也要讲一下 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要谈的是 人类研究 那其实呢 真正人类研究会 会被发动 是因为人体研究 那人体研究 大家要知道说是 那个 有关于原住民抽血的问题 所造成的整个 整个的延伸而来的 所以101年 就有这样的一个法律 这个是法律规定的 那人类研究呢 没有定法律 所以一直用规范的方式在做 那简单的定义 等一下 朱博士应该也会再讲 这里就是 就进到身体跟心理 那这里呢 就是你只是跟它 维持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接触 好那 整个历史情境呢 人体研究是比较早开始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当然整个问题就在于 二次大战的一个 对犹太人的一个 一个使用他的血液所造成的 好那 那西方的很早 就在1964年就有个 那个IRB 荷尔辛基宣言就要求要有IRB 那等一下 朱博士会讲 Bairmont的一个守折 那台湾呢 在1987年引进 所以2003年 整个科学界就要求 生物医学领域 强迫要做IRB审查 就说 你每个要取得样本 都要经过审查 看它有没有不正当 好那所以我要讲说 整个压力点其实在这里 所以到了2010年呢 生物医学以外的领域呢 就开始在引你 要不要适用 那如果说适用的话呢 会引起整个学界的一个 非常高的时间成本 跟社会成本 跟金钱成本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先决定 让学会先来做 压力非常大 因为那时候 整个人体研究法 已经送到立法院了 所以一直被那些 几个推动的立委要求说 不只是人体审查 只要是社会科学研究 行为科学研究 都要来做这个 所以这个压力点就在这里 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这个压力点 因为我亲身参与 那个时候的整个学会 所以一开始被教去的时候呢 要做什么都不知道 就说我们要定出一个办法 那这个办法 到底有没有公权力 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政府机构定的办法 是要有公权力的 我们如果没有执行公权力的话 我们学会的自律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一开始 前面的整个整备呢 就各个学会就 对于科技部 那时候还没有科技部 对于国科会的要求 就非常不满意 那最后好不容易争取到说 我们只是制定学会内部的伦理 那问题就比较好办一点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计划 好 那我要先讲 研究伦理就是 主要就讲两个人 两种人 一种是研究者 那种是被研究者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文学性的修辞 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有自己的轨迹 那有没有 应不应该说有个研究者 突然闯进你的生命 然后跟你做完半天的研究之后呢 你决定去做一些奇怪的事 比如说你跳楼自杀 人生要不要这样子 那如果这个是一个最高的准则的话 就是反过头来 研究者是不是应该 不要随意地介入别人的人生 这个就是一个拉扯的问题 那理论上是 每一个人的人生 如果都没有学界来干扰 他就走他的 他就不会受到学界的任何干扰 但是如果没有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那是不是表示 所有学者尽量都不要做研究 尽量都不要碰到人来做研究 是最好的 那这个答案非常荒谬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事实上 就在这两者取得一个平衡 但是人体研究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从被研究者的人权在出发 所以我们整个 我的感受 就是说我在社会学界推动的 这个整个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其实就是在老师们 因为研究者也有人权 他觉得他的研究卷被大量的压缩 因为例如说告知同意 那甚至要 很多法规是要求要 很多国外的准则要求要签名 那跳出来了是性研究者 他说性研究者你找他来了 都已经不容易了 你看他签名 那我的研究都不要做了 那不要做的话呢 全台湾继续剥削性工作者 继续剥削这些 有关于原住民被转卖到都市的 这些所谓的除记 那就继续进行吧 所以研究者如果放任 因为研究的伦理的压力 而造成你研究的自爱难行 那事实上对社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就是我们碰到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整个讲一遍 那2016年 2010年6月我们就开始启动 所以从准备到结束 大概一年 不到一年了 那其实那时候想的很简单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 我现在是在台大台文所工作 那我之前的四年戒掉台湾文学馆 所以我是一个行政主管 那我大概天生就有行政主管的一个特质 就是我做事一定很有效率 今天开会要得到什么结论 我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就说呢 我跟熊老师讲说 我希望我们六个月就三个月就把它搞定 那怎么搞定呢 他说全世界两大社会学会 早来抄 这很合理嘛 你社会学会 美国社会学会 人口一千 大概有一万两千人 那全世界第二大是日本的社会学会 有三千六百人 我们说这两个学会这么成熟 我们就把他的研究守则找过来抄 就没事了嘛 我们就这样想 所以我们找了很多 他说还找到英国的人类学的 然后找了之后觉得 这个社会学跟美国社会学 后面这两个最实用 然后呢就全文翻译 这简单的不得了 那英文翻译完毕之后 就是长这样子 网络上随便抓就有了 那日本的也是 日本不只有那个药缸 还有手折细折 那翻译完毕之后呢 好 那我们就来了解了 两个差异很大 真的差异还蛮大的 那美国版呢 翻译完毕之后是一万三千五百字 日本版也是八千五百字 我们并完之后呢 再三调一半 因为有些是重复的 那有些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 那但是那时候很简单 就认为说 只要两者的交集 我们又不要求世界最好 我们只要有就可以了 完全是行政主管的一个概念 那就想要交出去 好 那我们的那个想法是说 如果说台湾已经有法令 比如说性骚扰歧视这个 就不列了 因为甚至美国会列到这么细 跟研究无关的 跟教学的 那日本会列这个 我们就把它删掉 好 那慢慢的呢 就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版的 是我们一开始设定的精神 因为原来是从人体研究来的 所以都要保护受研究者 美国在这一点特别的强调 而且强调法律的概念 所以都不侵犯人权的规范 那我们就把它等病完毕之后 大概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工作了 因为都有助理在做 所以其实很快 然后就把它完成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整病的时候就是这样 因为翻译完之后是长这样子 那病完之后呢 其实就是综合版 一点什么特色都没有 也没有什么理念 好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告知同意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那告知同意的时候呢 美国版一定会强调说 你一定要告诉他 跟他的法律代理人 那这个都一定会要求 在法律文件上取得一个确认 那日本呢就不一样了 日本呢就是说 你一定要跟他讲清楚 讲说这个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的答案是 看这两个版本蛮好笑 就是美国版就是 就是好像律师跟他的当事人 在那边讨论事情 那日本呢就是一个老教授 跟他的学生在那边讲话 这种感觉非常有趣 那一个是诉求法律的安全 一个是诉求道德上 你要得到一些整个内化 好那 所以我就说 美国版是契约论的 那日本版是道德论的 那一个是注意机构的自我保护 说不要避免 不要触犯法律 机构不会 你触犯法律没有弄错 那个机构不会保护你 那如果你按照这个还出问题 那机构就会扛起责任 那日本版呢 就在启发研究者说 爱你的研究对象 不要伤害他们 这是我的感觉 那时候觉得说 这样可以了吧 把它综合起来 两者又兼顾 然后又这个精神 那个精神都顾到了 好 那我们就展开了 这么十一场的座谈 所以搞得快一年多 没有 最后这个是内部的会议 大概七八个月 就在台湾到处 跟熊瑞美老师 这样逛了一圈 好 那就开始遇到争辩 那整个争辩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有人说科技部要用这个来控制学者 就说一个实质审查还不够 还要第二个实质审查 就伦理审查吗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连到底我们这个送审查 到底是要事先先送完轮审 再进入实质审查 还是两个并行 两个并行的话怎么做 都不知道 那现在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就是实质审查先送 那如果你没过的话呢 你也不用再送伦理审查了 那如果呢 你被人家 你自己说呢 你要送 那当然最好 就是付一张证明书 那夹在计划书里面 这个当然就非常完整 但是你有可能不过 不过的话呢 你至少要花掉 免审的话是台大四千五 陈大是两千五 所以免审就要找陈大 那如果是微小风险 就是大概都是一万四千五左右 那再上去这我就没用过了 好 那所以 另外一个呢 就说你是不是要控制学校 那控制研究者 那另外一个说 学校呢 是不是增加了一堆文章 一堆文表格 然后再来自然科学界的手法 是不是要强迫社会科学界的照单全收 那争议最大的当然就是 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有些非常特殊的现象 尤其社会科学还会用隐瞒的方法做研究 还会用那个偷偷的观察 那或者是匿名的方式 那这些呢 都有可能造成一些伤害 就说这个可能就根本过不去了 好 所以这种研究 就是性工作者的研究 障碍者研究 这个都是非常弱势 对于那些特别弱势的人 你当然要保护 但是呢 他们一堂敏感 所以如果你保护过头 他们可能就不接受 做研究对象 所以这些抱怨呢 让我们了解到说呢 这个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条文呢 是太保守了一点 那后来在社会联会的一个座谈 那真的就是大爆炸 那个主要是张茉贵老师 谢国雄老师 这些我们比我更大老的大老 我不算大老 是小老 那这些大老呢 就开始不满 他说呢 这个条文完全只重在被研究者的人权 那忘了整个社会学 我们之所以要读社会学 就是因为呢 整个行李如鱼的社会 如果这样运作下去 那就是受破坏的就受破坏 压迫别人就继续压迫别人 我们一定要去撼动这个社会 那你让这个社会没有机会 可以深入的研究 而不能撼动 那我们社会学者存在做什么 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说你的学会要有权利去质疑他们吗 你这个程序是什么 那最后呢 就是这一点最重要了 受访者人权要顾到 但是社会学的学术自由何在 所以这个是社会学家 很喜欢讨论的一个概念 好 那所以就开始修正 那修正的做法呢 就是我们加了一张 就是说我们自己一定要自己警惕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整个社会学者的 学术自由的精神 加在这个整个伦理守则里面 而且成立一个专章 那就是我们的第三段 好 那其他大概都可以 都是像比如说保密 或告知同意 或者是堆一些公开资料 那个大概祝国师等一下都会提到 好 所以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后来定稿的前沿 那前沿可以看到这里 就把这两照呢 特别提出来并列 期许会员创造 然后呢追求更高的公平正义 第二个一定要注重人本 保护你的研究对象 这个就是我提到的 研究伦理就是这两照在拉扯 好 那我刚刚提到的第三个小章节 就是特别提到 就是说你不要 不要固守伦理守则 你也不要完全相信 这些守折呢是在保护你做研究 或保护你的研究对象 你一定要有权变 那第二个就是 这个是谢国雄老师特别要的 他说保护乌鸦 有些人就是讲话很难听 就是让国家不舒服 让政府不舒服 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 保护这些人做研究的一个能量 所以意思就是说 最好是可以让 不要让一个专责的伦理审查机构 来审查这些实质的特殊设计 而可以让学会来告诉我们说 告诉大家说 他这样的做法 比如说匿名 或者是伪装 这种做法对于 如果揭发更大的弊病 因为那个时候富士康的问题在 所以有人潜入到富士康里面 假冒那个员工的身份去做调查 那这个到底可不可以 那你相对于说整个劳动市场 劳动的一个压迫 以及一个小小的研究伦理的审查 那我们要怎么权衡 那我们那时候希望说 社会学者可以用专业的态度 提出来说 请让他做研究 而不要让IRB或REC就决定了一切 好 那这个是倒数研究者 就说你现在觉得可以的 有可能过一阵子就不行了 你一定要时时警惕自己 这个是韦伯的一个训斥 所以衍生到最后就是与时俱变 你一定要不断地调整自己 对于研究伦理的一个理解 那最后呢 就是这几点 就是你必须要熟悉 也就是说 其实等一下我会做一个小结论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条文 那不要乱告别人 那除非你要选举 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去问专家 那最后我的小结论是 我觉得研究伦理不只是一个审查的制度 它是一个心态 这个心态是我们这个族群所必须要共有的 这个时代所必须要共有的 所以应该要把研究所得都读一遍之后 你就会时时地警惕自己 有两种权利 每个研究都是两种权利在里面 一个是你自己做研究 你想要挑战这个社会的什么 想要让这个社会做得更多的 这个是一个权利 那这个权利呢 如果你被第二个权利所拉扯而不能完成 那你就想办法要去做一些拔合 那第二个权利就是没有人的生命 可以被你胡乱的糟蹋 所以如果你可以用其他的资料 得到一样的结论 就不需要去找当事人 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访谈 或只有问卷一种研究方法 很多事情你会问说访谈问完半天 他会跟你讲说 这个我不是在哪里都写过了吗 那如果你可以去好好的找 其他发表过的文章 如果从里面找到漏洞再去问他 而不要每次就去干扰别人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那每一个人都应该主动把这两种权利 放在心里面自己去拔合 这个是我所谓的ethos 然后最重要的 你把它写进计划书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是 完全没有提到 计划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 你的研究伦理的处理 那我甚至包括说 说如果你用那个 我讲句最简单的 这个在日本里面都是写在规范里面的 你如果要做访谈 那访谈是不是有代码 如果你要做匿名的 那代码 代码的时候呢 有一个是在比对对照表 对照表跟你的访谈的资料 是不可以放在同一台电脑 这个连日本都会规范 所以这些就是你一定要说 我是怎么保护我的研究者 那我要怎么样发展我的研究的权利 以及受研究者的权利 那这些你都应该把它写进去 所以每一个计划书里面都应该有一节是研究伦理 那除非你用的都像我之前的 理论研究你就可以不用写 你就写一行 就说这个完全无色任何人类伦理的问题 那就可以不用处理 要不然的话你只要愿意要跟人接触 就一定要列 不管你做的是什么问卷 那这个我们时候在整个座谈的时候呢 其实教育界影响很大 因为教育界以前是进了班级 就发下去 然后学生谁敢反抗 小学生被逼问那些非常痛苦的 请你举出你班上最讨厌的三个同学的名字 含了也都要把它写下去 多痛苦 但现在都不行了 因为我们都必须要告知小朋友 你有随时 如果你这个题目你不喜欢 随时可以中断 这个没有人可以强迫你 所以我觉得就说这个是有进步的 然后至少让很多不孝的研究者慢慢的警惕到 但是我们也千万要警惕自己 就是不要把被研究者的资料放到完全高到忘了 我们做研究其实本来是有一些时代的诉求 最后我刚提到说那是一个学术论文才需要 但非学术论文其实也有属于它的研究伦理跟写作伦理 这个也是我们以后要注意 并不是说因为我这几年比较转向的是 是在做一些面向大众的书写 我们会用一些非常严谨的资料 但在写作的时候为了要跟大众沟通 就不可能每一个都引注 每一个都挂号夹注 这个方法是不可行 但每一个写作都有它的一个伦理规范 这个是要到那个领域里面 就要继续要精进了 那我以上就报告到这里 谢谢 谢谢苏苏彬老师分享 非常宝贵的社会学界过去对研究伦理审查 特别是研究伦理审查这一方面的思考跟辩论的过程 那相信对大家了解 为什么要做研究伦理 还有审查这件事情 能够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看法 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朱家角博士 对特别是研究伦理审查的这个制度 能够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跟讨论 我们掌声欢迎他 谢谢刘教授 我今天在这里讲得有点尴尬 不过国科会安排得很好 我跟苏老师大概又是光谱的两端 就找一个平衡点 OK 今天我要跟各位报告的题目 就是研究伦理的核心精神跟审查要点 因为我代表的是研究伦理这个制度里面 行政的一个经验 我的简单介绍 教过书做过研究 然后后来都是做研究伦理的行政 研究做得不好 各位都比我优秀太多 所以退出江湖了 做研究其实很辛苦 那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就只有分成四个小段的部分 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 前沿然后大概是厘清一些学术伦理研究伦理的问题 然后定义一下什么是研究 第二是核心精神是什么 第三是以我们台大 我只代表台大的伦审会 其他的十一间不在我的经验范围内 我就以我们台大伦审会的经验来看 伦审委员比较喜欢在伦审的时候 发掘哪些地方是需要加强的 然后最后一个简单的结论 首先我们在做研究 那现在定义研究 因为你做的事情不是研究 不会有研究伦理 这个是逻辑上的一个最基础 我做的事情是研究才有研究伦理 我们在学术界 常常会有很多资料就会拿来用 那不见得是研究 那可能没有研究伦理的问题 所以我要确定我们这事情是研究 那才有研究伦理 那健康保健中心有很多学生的体检资料 你要做一个分析 那分析完就归档了 比如说大一新生身高体重多少 男女有别之类的 那这不是研究 不会有研究伦理 不用送伦理审查 我要强调的是这一点 例行实物 那叫例行实物 例行实物没有研究伦理的问题 当然其他伦理议题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 我们讲研究 我做的事情是研究才有研究伦理 所以 抱歉 所以研究的定义是这样 就是要让各位看到这个红线化的地方 这Bellman Report它里面定义的 研究 它有一个假设能够得出结论 我要检测这件事情 然后我写了一个计划书 然后这个成果可以促进学术界的知识的成长 OK 简单讲就是我有写个计划书 我有个动机写的计划书 然后我会把这个 看是用归纳还是演绎 去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发表 在学术同才里面讨论等等 你做的这件事情 是研究才会有研究伦理 你做的事情是研究 研究又涉及刚刚苏教授讲的人 才要送伦理审查 所以要一步一步来 我做的事情是研究才有研究伦理 我的研究涉及人 才有可能要送伦理审查 一步一步来 我先跟各位厘清一下 其实我们在大学院校里面做研究 会碰到几个伦理议题 大概就是用这个图就可以表达清楚 有学术伦理 有研究伦理 有实验动物照护伦理 其实是三块 全世界都是这三块 放在伦理中心底下 有三个不同的division在处理不同的事情 那紫色这一块 就是我们 像苏教授说的选举很红 被吵起来 毕校的历任校长也被吵这个问题 那是抄袭作假 辩造 不当挂名 带血等等 那个不是我们 不是我的专业 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绿色那一块是 如果我的研究用到动物的时候 跟人一样 动物有动物权 它有动保法 你要怎么样保护它的伦理 这个行为社科 偶尔会碰到 比如说心理学会 心理学就会用到实验用动物 那黄色那一块 就是涉及人的研究伦理的专业 所以有三块 各有不同的专业团队在负责 所以 如果你们找我问薛书伦理 我没有经验 我没有办法回答 那你找我问实验动物伦理 因为我们台大是把黄色跟绿色那一块 放在伦理中心底下 所以我的同事 鹅乳目 我稍微可以回答一点 但是紫色那一块 我们台大在研究诚信办公室在处理 所以 绝对不是我的专业 所以跟各位报告一下 三种伦理有三个团队在负责 OK 好 那涉及人怎么判断 依据国科会跟教育部的原则 就是这几个条件 以人类个体或群体为对象 我用了三个法 三种研究法 介入 互动 个资 我做的事情是研究 那就是要送伦理审查 很简单 教育部跟国科会 都是采用一样的标准 OK 介入 互动 个资 记得这三个I就好了 那要送伦审要分两类 生意类跟行为社科类 大概区分点就在这里 是不是有医疗法规范到的这些动作 如果试的话就送医院的 那如果不是的话就送大学的 为什么 因为法源管制不一样 医疗法是卫福部管的 那卫福部管的 他只承认卫福部自己 自己评鉴通过的 论审单位放在医院里面 那不是的话就是归教育部管 我们在大学里面做研究 不是涉及这些话就是教育部管 那教育部查核评鉴通过的 12家大学的就可以送 简单讲就是法源 所以这个是一个分类点 行为社科类应该会比较少 送到医院去 但是医院有一个很 龟毛的地方 就是他们属地主义 即便是做行为社会管理的研究 在医院做就得送医院 这个我要题外特别强调一下 虽然不涉及任何的医疗法 我要对医院的医生访谈 你还是得送那家医院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他们是绝对的属地主义 我要研究病人 甚至是我看过一个研究师 他要研究病患就诊的动线 动线怎么样会比较顺畅 这个送我们 我们不能收 大学的不能收 一定要送那家医院 因为他要保护他的病患 医院是绝对的属地主义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问那家医院 的IRB或是REC 这个区分点在这里 核心精神基本上就是三个 对人的尊重 善意跟正义 那这三个原则都是从Bellemont Report来的 这是1979年美国 因为美国粗暴很多事情之后 把它弄成法定条件之后 的一个伦理原则 简单讲对人的尊重就是 尊重人性尊元 人的主体 隐私自主跟个人资讯自觉 善意 就是评估风险利益 然后保护好被研究者 正义就是你要选 你的研究对象要有公平性 然后你的 你如果有利益冲突 应该要揭露或回避 我把它应用在 研究设计上的时候 大概就是我一条一条 把它拉出来 那这三个条件不是一次到位 是四块拼图慢慢拼起来的 那这个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各位只要知道说 它不是一次到位 是经过五六十年的发展 从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开始 一直到2001年 五六十年间跨了两个世纪 才把目前现行的 研究伦理的规范 就是世界通行的规范 才把它定义清楚 OK 那我们在设计研究的时候 这三个原则 怎么应用到研究设计上 就请各位看到 对人尊重这个原则 最主要在隐私自主 个人资讯自觉 我们就得把 知情同意设计好 知无不言 OK 我们的研究设计是 怎么样做研究 风险在哪里 我要怎么样 用什么研究法 对被研究者 在身上操弄 问卷等等等等 所有的程序都得写清楚 你不能够有隐瞒 有隐瞒等于是用 不诚实的行为 骗他来做研究 这是第一个 善意这原则就是 你要做好风险利益评估 你要把你过往的 期刊文献里面 能够呈现出来的 这样的研究法 研究经验下的风险 都讲出来 比如说心理学会做FMRI 那你就说 打几个特斯拉 然后对年龄城市 怎么样的人 做多少分钟的风险 是哪里 通写在知情同意文件上面 这个都是可控可管的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你说要把一个能量 打到前夜或是海马回 然后你要消除它的暴力气息 巴拉巴拉巴 这个可能就是很有挑战性 而且没有经验的 那你就得找出文献来支持你 它的风险在那里 如果找不出来 那就是我们轮审单位就会列为 高风险的研究 我们会请脑神经的专家来评估 以那个case来看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 正义这个原则就是有两条要注意 研究参与者的选取 是不是公平正义 有没有利益冲突需要回避 最好是通通都揭露 美国有一个条款是 研究者每年跟你有利益往来 超过5000美金的 一律要上网公开揭露 才能做研究 所以任何的讯息都查得到 5000美金其实不多 现在31点多 32 你看看就是15、6万 一年跟你利益往来 超过15、6万台币的 你通通都要公开揭露 这是利益回避的一个基本概念 利益回避这里 不是说有利益就不行 我们会比较 理问省单位 会比较注重次要利益 跟主要利益之间的冲突 有没有适当的回避 什么叫次要利益 学者做研究的次要利益 很简单 民生、收入 这个是次要利益 主要利益是什么 大家应该都知道 研究的性效度跟诚信 研究性效度跟研究诚信 才是主要利益 所以当次要利益 影响到主要利益的时候 你就得回避 没有影响到的时候 你得揭露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是说有利益冲突就不行 只要做到两件事情 次要利益影响主要利益 回避 没有影响的时候揭露 就OK 好 那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例子 对不对 没有做到第一个 资讯、自觉、隐私、自主 这个都是五年内的案例 不要说这是古早时代 这是五年内的案例 各位看得出来 刚刚苏教授也说过了 教育界为什么震撼那么大 在十年前刚做研究制度的时候 因为他们习惯这样做 直到五年内 这2018年 2017年、2018年 还有这样的例子 这其实是不对的 你要尊重家长的意愿 小朋友的意愿 而不是你找一个人 所以你把第三方的资料 传给我来做研究 这个就OK的 你要获得他们的知情跟同意 第二个例子 这也是 就是第二个原则 风险利益评估没有做好 我们这样去做访谈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后果 这其实可以预见的 这是弊校研究生搞出来的 他没有送轮审 直接就去了 然后我们接到人家部落的抗议 我们才发现说 原来他是搞这么一回事 2017也不是很古老 所以各位知道问题点在哪里吗 他这种问法就是 有污名化的问法 这个我是人类学背景 我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因为这个你先入为主的 把它贴上标签 这个是一个不对的处理方式 你也不是不能问这种问题 要是我就会问说 贵部落的饮酒文化表现如何 我是人类学背景 我比较敏感一点 这个得出的答案是几乎差不多的 但是听起来舒服多了 这就是风险利益评估没有做好 各位再看这个 利益冲突没有回避 然后利用权利未接关系 然后还威胁利诱 利诱没有威胁 全身去做研究 其实也不符合公平争议原则 我知道很多老师会做这样的动作 也不是不可以 你说来做研究有加分 OK 那没去做研究的学生 有没有同等加分的机会 公平吗 我就是不想去做你的研究 可是我又想加分怎么办 我写个科普的报告 一样可以加分 你的研究里面 如果要在班上招募 你必须要做出那种 来不来都不会影响我对你的评价 你来的有加分没来的一样有加分的机会 公平嘛 就是那个公平争议原则 OK 好 所以这个都是不对的事情 一定要 这个就是利益没有回避 那个就是没有公平争议原则 那么轮审委员会看的地方 其实就是大致上这八个 紫色的是错误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大家发现比较容易有疏忽的地方 紫色是比较多的地方 大概就是八个 风险分类做的对不对 风险利益评估有没有做好 然后你选研究参与者是不是 滥用或是便宜形式 便宜形式跟滥用其实是不一样的 便宜形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是教授 找我们班上50个学生来做问卷 直接就在班上就傻了 这个就是平易形式 滥用是 假设我明明知道 我的研究招募50个人 就可以得出有性效度的结果 我刻意要招募200人 那你会让多出来的150人 面临不必要的风险 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这叫滥用 所以这是不对的 好 那知情同意程序有没有做好 申请保护是否妥善 但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因为现在几乎不会有人故意要去伤害人来做研究 大家概念都已经很健全 然后第一冲突的宣告回避 第八个是回馈 很多人可能忽略这个回馈这一点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风险分类是这样 几乎零风险的话是免审 免审跟免送不一样 免送是你都不用送伦理审查 那叫免送 免审是送了伦理审查之后 有了伦理委员会的主委 判定不用入会讨论 也不用给委员去审查 我就直接发一张免审 那个叫豁免 英文是exempt 那个的approval给你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免送是不用送 连送都不用送 因为你可能不涉及人 或是你做事你不是研究 你既然送了 那就免审就是几乎零风险 比如说健保资料库的分析 目前是会大致上 会可以从免审这个范畴送起 只要不涉及法定 不得免审出群 第二个是 有一点风险 但是风险可控可管 所有的研究法都表明 这个风险不大 研究的人都可以控管 那就是微小风险 那比样这个之外的就是全审 送到委员会里面 以台带为例 21个委员 不同领域委员 讨论这个案子的风险在哪里 要去评估 研究的好处 跟被研究者带来的风险之间的平衡点 那就是全审 成果互惠的部分 我就是以人类学为例 来给各位做个参考 总之就是你不能 好处都是你拿 然后风险都丢给他们去承担 总之就是这样 可以理解 然后知情同意的部分 先建立一个概念 所谓的知情同意 是一个总体的过程 从你找人来做研究 到你承诺研究 资讯保存截止日为止的一个总体过程 然后基本条件就是 事前取得书面上的知情同意 除非这三个方法 刚刚苏教授讲的 我们都考虑进去了 这是经过两边不断的协调沟通 有碰撞的火花之后的结果 那伦审行政上 我们当然是希望 事前就取得 再早来做研究的那个当下 他被你操弄或是 进入你的研究之前 他签了同意书 然后你也签了 然后才能做研究 在事前要取得书面的知情同意 除非这三个状况 这三个状况可以由伦审会来判定 要怎么样变更知情同意的形式 如果是disception的话 那就是事后 如果是那种黑暗面的研究 像社会有很多乌鸦 人类学也有 我有学弟去做墨西哥毒品 怎么签知情同意 不可能吗 一签他命就没了 墨西哥毒销 谁跟你签这个东西 我学弟 我也有学妹是做性研究的 就是酒店文化的 不可能签犯罪自白吧 OK 这个是有特殊状况 我们就是由伦审会来处理 其实都可以达到 知情同意的精神就OK了 知情同意书 我们都建议用 乐听人可以理解的程度去书写 就是说 假设我要找国小学生 我们就不能用 学术文章标上注印就算了 这不是 我们得用国语日报的那种写法 要以乐听大众 这样才能彻底 以他们的程度来做知情而同意 这个时间不够 我就跳过去看 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一个硕士班的学生在国小教书 他用了自己的学生来做研究 后来被家长发现 为什么他的小孩头上有很多导电胶 因为他做了老拨帽 结果学校不知道 学生家长不知道 学生也不知道 他就做了 然后就上新闻 他的研究目的是要证明 多运动的学生 学习考试成绩会比较好 我觉得以硕士认为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研究 但是他直接进行 就找了自己的学生来做 那如果我们要做类似的研究 我们得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从那三个研究原则来看 不应假借植物质变平易行事 这就是研究参者选取的公平正义 那个原则 再来你要知情同意 学校不知道 家长不知道 学童也不知道 直接被你抓去做 这就没有知情同意 学生有资讯自主 对不对 隐私自觉 家长也知道 因为国小学生会成年 家长必须要知道 他才能同意我的小孩 要不要被你做研究 OK 所以是那个原则 再来 公平原则 我做不做研究 都不会影响他的受教权 也不会影响老师对他的评价 然后你又没有一些 妥善的善后处理措施 做心理学都知道 你如果戴脑膜帽 有土导电胶的话 标准的做法是应该 让他用温水洗头 然后毛巾擦干 吹风机吹干 这个是标准流程 但是他也没有做 所以OK 没有保护好背 研究者 然后你还要说 假设有学生觉得很可怕 他不想做 或是家长知道之后 想要撤回他子弟的研究资讯 你有没有这样的机制的设计 然后如果 有正向的研究成果 你要怎么回馈给这些被研究者 全部要设计 我们以一个例子来看的话 正确的研究设计 应该是要这样才符合 研究论理的基本条件 简单的几个结语 就是我们一直说 当然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 做研究的目的是要 社会应用 照顾社会 这没有错 但是被研究者的人权 能不能在 这种兼顾研究者 学者的人权 研究权跟被研究者的人权之间 取得平衡 我的建议只有三个 就是三点 就是请大家 不要觉得我是高位阶 有一个傲慢感 然后我说我是专家 大家都不如我 不要这种心态 第二个是 我做的任何动作 都有可能去破坏到 被研究者对学术纪的信赖 那如果他们的信赖感 被我不小心破坏掉了 那以后我的同侪们 要做研究就有困难 所以要想办法 取得大家的信赖感 第三个就是 虽然做研究的确是一件 很辛苦 也算很伟大的事情 我们的目的是要 社会应用 造福人群 但是不要以为 这个目的就可以 以这个为依据就可以 让所有人都 沉浮在你的脚下 也就是说以这个为目的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自行其事 其实不要有这样的概念 那个跟刚刚沟通一个概念就是 社会大众赋予学者 能在人身上做研究的背景 原因就是因为 他信赖 信赖学者专家 可以他们特权 然后这不是你的权利 是社会大众基于信赖给你的特权 privilege跟 跟basic right 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不是你的基本权利 是社会大众因为基于信赖给你的特权 所以大家就是要维护社会大众对我们的信赖 不要破坏了这个信赖感 因为破坏了信赖感之后 要找人来做研究的就找不到人 学术就没有办法产出 最后是双输 我们没有办法做好研究 社会大众没有办法享受到 学术的社会应用成果 OK 以上 谢谢 谢谢朱博士 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大概还剩下 十分钟左右的QA的时间 那因为现场有两位讲者 我就先让两位先坐在这边 就不劳他们站起来 跟刚刚前一场那个陈老师的状况 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就开放 先开放给现场的老师朋友们提问 那也请你提问的时候 可能如果有特别指明 要哪一位老师来做回答的话 也请你也就说明 好 那请问现场是不是有 老师有问题 谢谢 我主要是想要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般在做伦理审查 或者是在考虑伦理设计的时候 大部分是在考虑 研究者的位阶比受访者的位阶高的状况 那我只是很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特别是我自己过去在做田野的时候有一个状况 就是我的田野对象要求我要做一些揭露的 或者帮他做广告这件事情 那请问在研究伦理的角度 或者说做研究设计的角度 有什么办法把这个设计的比较完整一点 或考虑的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因为很多状况下 其实反而是他们的地位是比我高的 或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比我完整 是一些企业家或什么 他们希望我的研究可以帮他们宣传 他们的企业的好或什么 那这个东西在 不管在设计上或在考量上 可以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 这问题有两点在研究论理上的实务上 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是有没有利益冲突 第一个是利益冲突 你帮他做广告 是不是你 你是不是得回避这样的利益冲突原则 或是你帮他做广告 这个次要利益会影响到你研究性效度 跟研究诚信的主要利益 这是第一个 如果没有的话 或是你愿意揭露的话 重点是你是不是拿他的钱 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你觉得可以做到的话 你就揭露 就说他希望我帮他宣传 揭露啊 那我没有拿他任何好处 我还是秉着我的研究 诚信正直的原则 帮他 他说他好 可是我觉得他哪里不好 他不可能都是好嘛 OK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很简单 他愿意揭露 你就让他揭露啊 他的姓名 我是人类学背景出身 我碰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那个被研究者 他觉得 他想让大家知道 他那个部落的状况 他要具名说 我就是哪个部落的谁 我被谁研究 那这个研究成果里面 要有我的名字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你必须要为他设计一份 特殊的知情同意书 让他签 他如果不愿意签的话 想要揭露又不愿意签的话 那你只好把这个状况 拿到卢文委会去 让卢文委会的委员 来建议怎么做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他就是跟一般的 知情同意书不一样 因为知情同意书 我们要把它匿名嘛 知情同意的书 只有我跟被研究者 各存有一份 那我们在发表的时候 是要匿名的 可是如果他愿意公开的话 那就让他设计一份 让他去签 可以公开的知情同意 签的这个有个保障 也是保护我们 他事后反悔咬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签比较好 我们也碰过事后反悔 去咬研究者的 我们也碰过 那这个拿出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合约嘛 那你当初同意啦 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 以上 我今天简单补充一下 就是说 因为自己亲身也碰过 那有时候呢 那个知情同意书上面 没有那种 你愿不愿意介入姓名的 那我会建议说 如果可以全程录音的话 就清楚地讲一段 就说 请问你到时候愿不愿意介入姓名 他说没有问题 那这段最好是可以留存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写作的时候的一个注意啦 就说 如果说 他要你宣传 那你写作的时候 你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写法 如果你是用 我研究者是站在一个研究者的视角 那写说 当事人说他的公司很棒棒 跟这家公司很棒棒 是你叙事者写出来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那在这里面 其实他就是一个研究材料 他不是一个研究的结论 那他说他的公司很棒 这是一个研究材料的说法 那你就可以进行分析了 谢谢 好 然后下一位 不好意思 想要请问一下 也是跟刚刚的问题有点类似 是就如果我的研究 因为是访谈 然后其实没有人很多 然后这个群体的人 其实也就 就是如果 因为应该是说 我必须要描述某一些 跟这个人相关的一些细节 才有办法做我的研究的 一个theorizing这样 所以可是这样就很容易会 可能让人家知道 那我写的到底是谁 那这样子的话 我也是要让参与者签这个 有可能你会被认出的 这种风险的吗 还是应该要怎么处理 这样会比较好 这个问题 只要在知情同意文件上面写说 因为什么原因 你的被识别化的机率蛮高的 他同意就好了 他不是签了知情同意书 就知道他代表 他知道这个风险了吗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在 你们在 知情同意文件上 写出这样的东西 他如果觉得危险 他不想要被 identify出来 他就不会签 你就访问不了他了吗 既然签了应该就是OK的 他还是要注意 如果你发现是因为 访问到一半才发现 有冒逆的时候 你最好个别把它再找出来访谈 要不然的话 因为法律上 我觉得可以用朱博士这个方法做 但你有可能真的伤害到他 这个是很难弥补的 因为被指认出来 如果既然答应要匿名 又被指认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伤害 什么主题 什么样的研究主题 种族主义 那这很敏感 那个我觉得还是 尽量不要被identify出来 那个 我们刚刚先有中间这位朋友 然后 等一下时间够的话 在旁边两位 谢谢 其实我有跟他 刚刚有一样的问题 但是 比如说我做的是机器人的研究 可是我采访的科技公司 比如说他卖这个机器人 其实全台湾只有五家 所以我采访了他们全部 所以其实 如果说大家 就大家都会认出说 这些科技公司是谁 只是这个人员他不知道 那这个有涉及到 研究伦理的问题吗 还有一个就是 知情同意 它是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就比如说我今天说我要做 关于这个机器人的研究 我之前就有碰到 就是我其实是要做 可能人机互动的关系之类 但是我在跟科技公司的人员 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怕我说得太明确 他们提供的资料会有所限缩 所以我就指到这样 但是其实科技公司的人以为我是 就是以为我是要做行销策略的研究之类 就是他完全已经 就是他对我的预设跟 我跟他是不一样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 就是我要讲到什么样的程度 让他知情 还有第三点就是 我有通过比如说科技公司 采访到他们的人 然后拿到他们卖给了谁的这个资料 我需要去让买家 就知情说 就是这个链 就是要怎么 因为我后来比如说 我有去找到买家 说就是比如说问他们 为什么要买机器人之类的这个问题 它是也有涉及到研究伦理吗 这到底没有 应该还没有发展到需要机器人签 自行同意 但那个员工如果被指认出来 我觉得这个风险的概念 像朱博士讲 就是你要预测 预测说他万一被知道之后 他会被解聘 有可能去跳楼 那这个风险你能不能承担 所以其实基本上 如果要匿名的话 是不可以被指认的 一点空间都没有 这个案子还涉及到商业机密 你不能够把人家的商业机密 泄露出来 我会建议就是通通用匿名 时间空间背景 全部就是虚拟化 全部就是虚拟化 喂 就是特殊的点是 比如说 我们今天要买个手机 它有一千家公司 可是这个机器人因为太少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 做这个 就是有卖这个机器人的公司是谁 就是我 我无法去帮他匿名 懂吗 就是我写出来 大家就知道说 全台湾只有五家 还有那 就是没了 那一样的道理 在知情同意文件上面 你要说因为商业模式的限制 我虽然匿名 我会尽全力保护你 但是我把你匿名了 可是你被识别出来的机会还是很高 那他如果愿意的话 那就OK啊 他如果不能容忍 他就不会 你一定要告知他说 你有这个被指认出来的风险 你要告诉他风险有多高 要跟他讲清楚 另外就是买方应该是不能够透露的 因为卖方不能够透露第三方的资料给你 那这个我不建议去直接联络买方 这个如果买方他要告 是可以告得成的 好 那个我知道 那个各位对于 就是研究伦理 特别那个审查的细节 大家大概都会有很多的好奇 三分钟做广告 会会会 但是我们再 如果两位都还可以的话 我想我们再容许一个问题 好不好 因为刚刚是那边的老师先举手 是两位都可以 那就请后面这位老师 好 那其他的问题 对不起我先打断一下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要提问的 那因为我们有提供奖者便当 他们应该会暂时留在这里 你们可以尽量的 对打断他们用 好了 对不起 好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问题 那时间的限制 我们就再一个公开的提问 来请 两位老师好 那个我是人社中心的伯后 我叫左浩佑 那就是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有一些研究的场合 它其实是需要就是 就是你如果不自己 就是研究者本身不匿名 或者是你不隐藏身份的话 你基本上进不去 比如说像我曾经想要去 红海的工厂里面就是做研究 但是当我只要提出 就是跟里面的任何人提出说 我要做老中研究 基本上不管是访谈 或是干嘛 马上就是被瞎当 就是他们就再也不联络了 对那像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那在伦理审查的情况 必须要怎么去通过这个伦理审查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状况是说 就是在就是我还想要问的一个是 知情同意的除了书面的方式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行 因为像如果说 比如说我在工厂里面 跟工人就是做访谈 或者是那他们的身份 如果就是留下了签名 或者是任何的状况 然后不小心被发现了 就是不小心被看到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反而对他们会有更大的危害 那如果能够不留下任何的纸本 但是还是可以得到 他们的知情同意的话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方式可以 对就是当然我知道录音是一个可行的 可是我不知道就是在台湾的IRV里面 是不是可以接受 像用录音的知情同意的方式这样 谢谢 好友我们吃便当在谈 他小我两届的学弟 两届吗 三届 我简单的回答一下 知情同意的方式有很多种 知情同意不限于用书面的方式 签名来表达知情同意 这个是重点 那你刚刚说的那个例子 签了名字反而造成更大的风险 那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找第三方见证 我的同意片有写 我那个slide上面写说 假设社工要研究家暴 施暴者是家长 那你现在一个八岁儿 你要叫家长签知情同意 告诉他说你就是施暴者 我要来研究你 怎么打虑你小孩 这不可能嘛 那你是不是要找第三方见证 比如说找个社工师 跟他说我已经跟小孩 小孩知道他要被研究 小孩已经知情同意了 社工师见证 然后他愿意做见证 那是为什么不能告诉家长 因为家长就是施暴者 那如果知道之后 那你做完研究了 那小孩被打得更严重 OK 这就是知情同意 用形式上的知情同意 反而造成更大风险的时候 就不用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还是要知情同意 只是换一个方式 你如果不晓得换什么方式的话 那就是直接拨电话 问伦省会 请他们跟你咨询看看说 用什么研究设计会比较妥当 其他我们吃便当在台 社会学会的伦理守则里面是有 三之七七满研究的状况 就是完全这种状况 这个不管在美国日本 都是非常明文的规定 这个不需要取得 一定要送全省 然后送完之后 你就可以做研究 就可以完全是 假装你就是工人的身份进去 那不需要做任何的自信同意 但如果你有可能造成你亲密 同事的伤害的话 就让人家知道说 原来你是这个这个 那你必须要设法弥补 这个其实都有整套的规范 好 那个谢谢刚刚苏老师 补充这一点 就是这个是社会学们 应该为了特别为了 这一类的研究所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规范 但是我不好意思 运用主持人特权补充 问一下朱老师 至少就台大IRB的例子里面 有没有曾经有这种类似的 然后经由全省而让研究者 可以完全不用个别 进行同意的做法 有啊 也有 我们有做特种研究的 是 特种研究的 研究生 做特种研究 他送全省 我们有让他 用改变自己同意的形式 可以的 我们有经验 谢谢 那我刚刚运用了我个人的一点点特权 不让大家问问题 我自己问问题了 非常抱歉 好 那最后我想 因为刚刚 对 朱老师这边有一些 结论的时间 然后也有 朱老师如果可以的话 也三分钟的结论时间 谢谢 那刚刚为前一个人 朱老师 他跟我家过是在 高学实践研究计划里面担任召集人的工作 那12月15号要收建 那特别要跟他讲说 这个一般就是在尤其在很多技职学校 或者是私立学校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多元升等的管道之一 请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好好把握 就是你可以透过教学的一个 长新的一个创新设计 来作为一个研究计划 那这个研究当然创新之为主 那你怎么样 你只要可以设计一个非常简单的像前侧后侧 来比对学生的教学成果有进步就可以 那这里也涉及到伦理审查的问题 那这里呢就会说 如果这一班同学都是来修课 你要不要逐一取得知情同意 不用 完全豁免 但是如果是校外的人邀请进来的一个社群 或者是社区的一个小孩 那就需要 所以也跟顺便在这里面跟大家宣布 12月15号要收建 请大家多多利用 谢谢 工商时间吗 没有 我跟各位做个报告 如果各位有伦理审查行政实务上的问题 就是问你们的所属单位是跟哪个学校合作 然后通常一个学校不会只跟一个学校 一个伦理审查单位合作 像我知道政大自己有嘛 他也跟我们合作 类似比如这个样子 那你就可以问你们的所属单位说 你们我们跟哪个学校合作 然后打电话去问那一家的论审单位 你的研究论理有什么问题 研究设计有什么问题 他们会很乐意帮各位解答 因为台湾有12家 谢谢 好 那我们还是最后掌声谢谢两位江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